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歡迎收看 看一下石垣 今天我們來聊聊泡麵好了 你們吃泡麵會不會有一些自己的潛規則 台灣的泡麵我都吃一些比較特色風味的 像是牛肉麵 麻辣鍋牛麵 花雕雞油麵 欸?花雕雞麵沒有嗎? 花雕雞麵 然後韓國我喜歡吃辣的還有泡菜的 小時候啊 色式衛生 覺得日本的泡麵怎麼這麼無聊 唇骨醬油 不然就是鹽味 這大部分都是就是拉麵 後來才知道呢 原來對日本人來說 泡麵就是拉麵 拉麵也是泡麵 而且他們很多那種拉麵品牌 會推出自己的泡麵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喜歡的一番拉麵 而且我超喜歡鹽味口味 我每次去就大豚貨 加蛋加青菜加辣椒 超好吃的 現在全部都大缺貨 失去了一個精神糧食 很難過 我之前在日本節目有看到一個 秘方 我們在家幾樣東西 就算用台灣的泡麵 也可以變出日本的拉麵湯頭 我自己真的超驚豔 所以我今天決定把這個秘方 無私的奉獻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裡 就是尋找一些你日本懷念的味道 需要什麼東西 噹 沒錯 就是這麼蟲酸 沒有錯 只要那幾樣東西 很快你也可以煮出 濃厚 口感豐富 精煉到不行的 日本拉麵 首先呢 就是需要一顆雞蛋 再來就是呢 王子麵 大家要找一個桃味包的王子麵 或是你要用科學麵 任何麵都可以 再來這個是 堪稱這個湯頭的靈魂 桃屋的蒜末 日本的 達貨店都有賣 大家可以聞到嗎 真的很香耶 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就是蒜末 第一打開就是 拉麵店 拉麵店 真的 那我們現在煮給你看 你的拉麵師傅 上線 接下來要教大家怎麼做出 豚骨風味湯頭 在這邊煮就可以了 沒錯 煮麵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應該要不用我在教導大家 那我現在要來教大家 如何製作這個湯頭 首先你需要一個碗工的大碗 接下來你需要一顆蛋 打個蛋 直接打進去 粉末包 倒進去 接下來我們要加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呢 剛剛跟大家分享過 一打開就是 蒜末 如果你很喜歡吃蒜末 你就加多一點 師傅的秘密補器要登場 只要有它 什麼料理都會變好吃 讓我們歡迎 Q比美乃滋 這就是我的獨家秘方 這是我的神器 這個美乃滋真的是日本常備調味料 炸雞我們都會擠這個 丼飯的話就擠在上面 大阪燒也會有Q比美乃滋 日本料理真的不可或缺的味道 只是熱量有點高 跟大家分享日本人很煩人的地方 所以他們最近流行的食譜 是不會告訴你幾克幾克 因為日本人覺得呢 但會沒有做菜的樂趣 樂趣 樂趣 做菜的樂趣就是 你要自己去調整你想要的味道 你想要的感覺 如果全部都被控制的食譜 他們覺得很無聊 所以他們最近流行的食譜就是 它只會告訴你 有需要什麼東西 怎麼加看你個人 就算不好吃 那也是你的 樂趣 拉麵師傅來教導大家今天用到的東西 最重要的神器 美乃滋的日文是 Mayonez 那這個品牌叫做Q比 Q比Mayonez 蛋的話呢 直接一顆蛋是 Tamako Tamishin蛋呢 Ajitsuke Tamako 就是有味道的蛋 玉米是Kon 那如果你要去吃那個 壽司 就是有玉米沙巴 Kon Salada 辣油這個 大家都會 因為它的日文就是 拉油 非常簡單 再來這個靈魂 調味料 這個是 Niniku 就是大蒜 做日本湯頭需要用到的材料 希望大家都可以記起來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辦 Mix 要把美乃滋跟蒜末 還有蛋 生蛋 攪在一起 這個量我覺得適中就好 因為太多的話 可能那個美乃滋味道會太濃厚 你看 是不是看起來很有feel呢 我這邊另外有準備這個 玉米粒還有蛋 看個人喜歡什麼配料 那我們接下來就 擺盤 麵進場 湯要一起直接倒進去 就是需要那個麵湯 倒進去之後呢 再攪拌 再攪拌 我跟你們說 接下來就是做一些 裝模作樣的事情 把東西擺上去會更像 煮愛心餐給你的情人吃 你就可以騙他說 然後我用心熬製的臀骨拉麵完成了 欸很像耶 快快快 你來你來 像女有模有樣 對 就是擦那個叉燒跟筍乾 但沒關係 因為 我不愛吃叉燒 沒特別愛吃叉燒 看個人選什麼配料 那我現在要來試喝 我先喝 剛剛好耶 我說真的 因為 我之前有一次 就是美乃滋加太多 稍微沒有那麼像拉麵 有點分開的味道 沒有克蘇可以建議 就是 不要夾太重量這樣 量剛剛好 它就會整個融在裡面 你也不用調味 因為就是調味粉包 大家可能以為 你用牛奶 加上大骨 用七七四九天 熬製而成 湯頭就是 濃 醇 香 有那麼空嗎 有 好啦 我要試吃了 好啦 你來你來 我送你半顆蛋 好 不要那麼多 不要那麼多 我先吃吃看 有不好吃再說 欸 這樣怎麼樣 懷疑我是不是 我來吃吃看喔 我只能說真的 吃不出來是不是 是不是 沒有料 真的吃不出來 而且你根本沒說美乃滋啊 對不對 如果我不跟你說 你根本不知道你沒有美乃滋對不對 我那是牛奶 你那是牛奶 我就說吧 這真的很厲害耶 你們知道吸麵 會讓你的拉麵變得更好吃嗎 因為就是 會吸到一些空氣 然後會讓你的麵變好吃 真的嗎 真的真的 這個有科學根據 但我有點忘記 日本一定要吸 如果你不吸的話 別人會覺得 欸是不是我的麵不好吃 所以你如果去日本 要有禮貌的話 一定要吸 就吸 比誰大聲 對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點 辣辣的口感 我推薦大家這個 日本的辣油 但日本的辣油 其實跟我們台灣的辣油 我覺得蠻不一樣的 台灣的辣油 有時候很嗆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加一點在這上面 那個味道會更豐富一點 我覺得他們很像我們的那個麵啊 不是都會放油蔥 這個就有點像那種概念 更多層次的味道 其實像現在我們就是 可能買不到日本的泡麵 難過 但是我們也可以 就是只要用這麼簡單的東西 像蒜頭 我們用你自己的蒜頭 可以 或是你買這樣一罐 你什麼都可以用 你吃別的水餃也可以放 吃什麼都可以放 重點其實就是這個嘛 Q品味來芝麻 這個真的很好用 從來沒試過可以試試看主料 其實只要有這個 就可以變出一碗拉麵 真的不用五分鐘 比煮一碗泡麵還要簡單的 煮一碗泡麵還要就變 喔你吃鍋子 然後就說 你這樣全部在這個碗裡面 就可以完成了 真的是我們小資族的福音 我什麼時候變小資族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簡單有趣的料理 還可以跟你的小孩一起做對不對 我這個料理就是橫跨這老中青三代 都是各有各的優缺點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介紹這個小秘方 希望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跟我分享看你覺得好不好吃 我準備了一碗拉麵要給施亞吃 就蠻濃郁的 吃拉麵嗎 湯頭蠻像拉麵的湯頭 可是因為拉麵對我來說麵體很重要 所以這對我來說就是拉麵 可以說是濃郁的泡麵 濃郁的泡麵 好那你覺得有經驗嗎 謝謝 謝謝 謝謝